今天想教大家如何换一个车胎 因为冬天就是来了 如果冬天来了之后 如果譬如说 你每次都不买车 就这样拿去车案外 换一条车胎的话 通常 这些合金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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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加上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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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差不多收了你8-6元 普通买一條link大概都是50元左右 譬如你自己買了一條link 你自己去換 其實就省很多 譬如你一季換80元 你已經差不多可以買到一條幾 譬如你一年平均收你最便宜 起碼收你150元 150元你都買了三條link 通常譬如你買了一條link 你可以自己換車輪 你又省了些時間出去外面車行 還有你又可以省錢 首先是怎樣開這些 這樣的 軚和鎖 因為通常 你買這些合金輪 譬如一架新車回來 通常有一個軚鎖 鎖住了 你要開的話 首先你要找些工具 如果譬如有時候按特價 好像說這些軚鎖 如果特價賣得很便宜 你普通買一個軚鎖 然後首先 你需要 將軚鎖高 軚鎖高鎖少少 大概的位置 現在 你積的時候 你要看清楚車底 因為車底 有一個軚鎖 你一定要對著軚鎖位 自己 去吃了軚鎖位 如果軚鎖位 慢慢設定了 慢慢選擇 扭軚鎖位 但你不要它 因為車車 一定要選擇地面 你選擇了地面 然後 买一枝长形的开锁 这个是普通特别的胎锁 通常如果是五斤泡 特价买这枝也很便宜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枝开锁 有时候开得很辛苦 很难开 把它放进去 这个位置可能不太巧 之后要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 比如说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可以找那些十字 看看那些洞的位置对不对 这个是对的 之后 你就要开那个胎锁 胎锁要把胎锁放正位置 然后慢慢扯开 这个胎锁就会开 胎锁先开 然后把手拎到 然后 用其他那些 用这枝长形的东西 然后把手拎到 这些东西 就帮你容易开很多 这个东西 要全部把它拎到 拎到 拎到 它拎到 一听到拍声 然后另外一个 又是这样 把它拎到 拎到 然后再拎到 然后再拎到 拎到 然后再拎到 拎到 開完之後 當它全部鬆開 鬆開之後 用十字形幫你開 開它 開之前 因為螺絲鬆了 要靠這個織 幫你織高車 織到 車輪離地 然後把手伸進去 摸一下 離地了 離地之後 繼續放進去 開螺絲 全部這樣移動 拾到鬆開之後 可以用手拾 拾到出來 第一顆 這條胎鎖 下一次 你再放車胎上去 最好不要再放這條胎鎖 普通通出去買 那些 不是很貴的 譬如五斤泡 也有 或者是 專門和你裝車胎的地方 也好 你買的那些 都很便宜的 大概一個半一顆 你補一顆上去 就可以了 譬如你去DNA買 其實是一樣的 如果你DNA買這些 這條胎鎖 大概是十幾個 一顆 通常 我做 就會去那些 普通 譬如說 你換 換車胎 那些地方買 你就會很便宜 做一顆 和它放 然後到第二顆 但是你記住 合金鎖 它用那些 脖子 這裡是有一個 那些 脖子出來的 是套住的 譬如說 你出去配另一條 那些普通的鐵鎖 它就 沒有這一塊 突出來了 原來還有一顆 還沒開 開漏了一顆 如果開漏了一顆 你就要放下它 少許 讓它吃著地上 一邊 然後 又找回一支 長東西 又找回這支 長東西 開完最後一顆 很好 這粒開不到,就要用這個來開 對,還沒斜開 開完了,積住 讓它積上去,高一點 再直接積上去 積上去之後,拿車胎出來 拿一個鈴 拿一個鈴 然後,整條車胎拿出來 即是這條四季胎 然後呢 我不是說之前,如果你買一條自己 在那些車胎店買一條鈴 連一條鈴 你的成本會很便宜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說,你8-6元一年 那你一條鈴 實際都是50元一條 那你換一年左右 你已經賺了三條鈴 再加上,可以自己換 現在呢 就是這些平頭的 OK 拿它五粒 然後呢 之後呢 就拿一條雪胎 放上去 然後呢 放上去之後呢 現在套上去 就用這一種的平頭 因為之前那個呢 就是貨合金拿的 這種螺絲呢 就是貨合金拿的 OK 將它上緊 上之前呢 記著 要對斜角上 要不然呢 你那些螺絲位呢 就上得不太平衡了 OK 要對角位來跟它上 好 對角位來跟它上 看 好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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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遠 看 看 看 歧 看 看 慢慢拧 拧到位置实为止 这个也是 拧到它实 然后到这个也是 拧到它实 拧到实了 然后呢 将这个鸡蛋放下 放的时候慢慢放 慢慢放下来 放完汁之后呢 这条车胎呢 就用回我之前说过的长年东西 就帮你锁拭它了 OK 拧进去 拧到它实为止 OK 如果不是的话 车胎很容易脱落 好 又是将它 对割 全部拧完之后呢 就每一个角呢 就再make sure 噴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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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不下去了 OK 为止实了 这样就可以顺时针 逐格逐格来 试到螺丝 看看够不够实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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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来 好 好 好 要受到的 好 好 好 反正 通常买了链链,自己换,你会省很多 如果有两组胎来替换,通常每条胎的寿命可以帮你走到差不多六年 如果全部都是用一条胎,又是这样装装拆拆的话 你的链链链的寿命最多都是换三四次,一条链链玩完了 因为经常换这些位置,它会亏的,一旦换了就会坏了 坏了之后,你的成本会很大 如果买了两组链链,一来车胎可以换六年,和链链永久性都不用换 再加上,你就算换的话,六年之后才换一次 例如,你当你是五次到,六年成五,差不多三十年的话,你的车都可以丢 所以我就是说,如果差一点钱,你买一条链,买一条胎,你会适合很多 记住,如果说,当五间链链按特价的时候,买一只长型的链链,都是十元左右 这只十转型也是,如果你在按特价的话,这只链链也只有十二元左右 所以说,如果你等到特价的时候,你买,你会适合很多 还有,你外面的汽车那些链链也是 好像这一部链链,如果在按特价的话,都是二十多元左右,你已经可以买到一个链链 你买了一个链链,因为你不是特价的时候,譬如外面来说,通常都是五十多,百多,很贵的 当它撞到特价的时候,二十多元,你可以买到一个这样的链链 可以买到两吨,普通一辆的链链链,其实都可以 下一次我就会教大家,如何去整理这个链链链链嘛 因為車內用了大概一年左右 或者差不多一年 其實裡面磨了很多粉 通常如果你拆車輛出來的時候 最好就做了裡面的清潔 有時候這個問題 留待下一次才跟大家講 謝謝